今天玩拆車 就是這部 特別這部DX版 現在因為通街很便宜 朋友說因為未拆過 我先試試 其實這部先注意 這部 把東西都穿起 圈子 自己對上位置 對上位置 對上位置 把蛋糕放在裏面 全部穿進去 這樣穿進去 在這裏鬆個螺絲就可以了 在這裏鬆個螺絲 把螺絲拿出來 把螺絲拿出來 然後 把螺絲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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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鬆個螺絲拿出來 拆不開 就是這裏的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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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要有一樣東西想 因為前面有些機會動的 到時這些都脫光後 會陷入 還有這些位置可能是黏著膠紋 未必可以拍開 可能會拍爛 而我們的目標是拆走這兩塊東西 所以我前面是不會動的 鬆開螺絲之後 令車身鬆了 夠位的了 拿走 把這個 拿走 這個本身有兩號螺絲 可以移動 這樣就可以很簡潔地 上螺絲 擦一張椅子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 DISC版每個都要擦椅子 把這個箱子都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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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買了一部膠車 沒有牌子的膠車 也算是夠水 這隻叫實隻 我這裏為何拆走 大家都知道我用壞東西 為何當年玩變身裝飾會這麼喜歡 可以 有看開 現在還未上班 脫衣服 到時可以找一個 債人所好 可能有些年輕人不知道 其實當年石森老師 D1第一個設定 他威打 所謂變身 是換套戰鬥強迫 然後在油光這裏打開 收到頭盔 但油光收頭盔沒有 這個設定在電視版沒有用到 是在漫畫用多 現在這樣 利用回這裏 就可以收到頭盔 正如上次這樣說 如果找回 拉面 之後再放進去 就更好 小心上回螺絲 完成 這裏面 喜歡沒有油黑開也可以 蓋上銀色的貼紙也可以 自己喜歡吧 這些東西 沒有規定的 至於這裏面 這裏面的 沒有相關 自己喜歡玩也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